台中知名水樂園 連假第二天 排隊人潮超過300公尺 每到端午節都會推出 創意人體龍舟比賽 他叫石敬華最後是由新北 跟澎湖的消防隊員拿下冠軍 業者說今年浪子不回頭 人體龍舟 四個人一組 大人小孩都能玩 必須用雙手跟雙腳來滑水 冠軍是上千元毫禮 太累了 超累 手超痠 手很痠 但是你們還是撐到最後對不對 中間有沒有一度快要閃掉 因為後面快要不行了 後面真的快要不行了 快要沒有力了 汐水勝地不只在台中 中部還有雲林西羅大橋 好大橋 青子公園汐水區每逢假日 都客滿 先前因為疫情關閉近三年 現在解封加上天氣熱 剛好又碰到連續假期 水池外好幾雙鞋子 大人帶小孩放假 海水 甚至還有外縣市的民眾 這裡不用錢可以免費玩 同樣是雲林大堤鄉 還有運動會 但地點是在稻田裡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大人或小孩 每個人都玩到全身泥巴 不變的是臉上的笑容 比賽項目有拔河 搶棋子 甚至還有相撲 請問男位說天氣熱 能玩泥巴消暑 也希望民眾在遊戲的過程中 了解農業文化 同時推廣雲林縣的特產 TVBS新聞 張崇敏 黃國軍許又翔 雲林思想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